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项是不是把第一项再加一个7 所以呢就是用1下去加一个7 那第三个呢 1去加上几个7 两个7 对不对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1加上三个7 第五个呢是1加上四个7 好 那我们这边你可以看到哦 第二项是加一个 第三项加两个 第四项呢加三个 第五项呢加四个 所以我其实知道如果我是第十项呢 我就加九个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好 这个部分呢就是减1 好 N减1 有没有 这边N是1 1减1就变成0 那这边呢 N是2 所以2减1就变成1 这里3减1就变成2 4减1变成3 好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我的第N项 就是1去加上N减1个7 好 那我把它整理一下 1加上7个N再减7 所以呢就是7N减6 这就是我们的第N项 再来第二小题 好 第二小题呢是 1 4 9 16 25 36 好 那你也许可能会想说 刚才是加的 那我也来加加看好了 这边呢 加3 加5 加7 加9 加11 好 那看起来好像 有一点点有关联 但是又好像有没有什么关联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换个方式下去看 1 4 9 16 25 36呢 其实它是完全平方数 对不对 第一项A1呢是1 就是1的平方 第二项呢 4 是2的平方 第三项呢是9 所以是3的平方 第四项呢16是4的平方 第五个呢25的话呢是5的平方 再来36呢当然就是6的平方咯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我的第N项呢就叫做N的平方项 N的平方 第N项AN就是N的平方 好 那这种题目呢 其实不是只有出现在数学 像有一些 资历测验 资历测验里面也会有出现 然后 很久以前那种去考 军官还是什么的 资历测验里面也是会出现这种东西 那也就是 这种 你 我 喝 我 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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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